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来宾,非常感恩谭乡市能够主办这一次的online的追思会 也感谢谭乡市的参住给我这个机会上台 与各位分享我们尊敬邱老师的行仪 2021年4月18日的下午 邱宝光老师,世间的成员已尽 放弃了因缘和合的身体 消息传来的时候 虽然当时我们的心情非常的沉重与不舍 但想到阿弥陀佛借引他到清净的自在的佛国 让他无助苦恼,但受助乐 让他花开见佛,见闻佛乘的时候 所有认识邱老师的佛友 顿时将无尽的哀思或作生生的佛号 将无限的缅怀化为祝福感念 老师的往生使说佛世界 失去了一位大善之士 虽离我们而去 当他那种年少时善尽求学 年轻时精进学佛 赚年轻时无失为佛教 为众生奉献的精神 值得我们学习和记取 老师年幼三富 体弱多病 母子相依为命 无依无靠 但是老师没有自暴自弃 在多方因缘和合下 以优良的成绩获得在英国学习的机会 训练成一位教育工作者 老师是一位尽责的好老师 除了在高院服务数年 在太平华联国中任教数十年 春风化雨逃离满天下 空余时 在学校接引 学生学佛 一些学生 已经成为优秀的出家众 即在家居士 跨越于我国佛教界 老师是一位善良和蔼 纯普敦厚的展者 为家庭 他群劳奉献 看力情深 父慈指笑 尽母亲如今天 体贴入围 不仅外安其身 也内安其心 老师是一位虔诚的信仰者 因负得姻缘 从小就清净大善之事 原本长老医治 完祭 红传长老教授国学 管于长老同爱有加 竹墨长老传授汉传佛法 西兰长老教导南传佛典 苏曼加罗长老传递佛教 应该注重教育与青年的观念 陈建民善师 借以战传佛教 以及新云大师诸多勉励 还有海内外南传 汉传 战传的长老及善师的加持 老师谨尊长老的教诲 尊重不同传承的佛教 他以其优越的酸语能力 曾经无数次担任来自 不同佛教传统的法师们 负责现场翻译的任务 除了方便信徒 深入的认识佛法 也让大家知道尊重与和谐 对佛教发展的重要性 后来老师在太平推动 成立太平三层法轮居士林 目的就是要灌输 不同传承佛教化 中派之间的尊重 包容与和谐的精神 也让不同源流的佛教 有一个活动的空间 邱老师鼓励青年学佛 五十年代 追随苏曼教罗长老 参与我国第一个佛教青年团 即其开办的周日学校 后来推动成立太平佛教会 周日学校 以及青年团 马佛青总会成立后 老师一直陪伴其左右 看着马佛青总会稳健的成长 他不遗余力参与佛学讲座 佛青训练营 各类佛学训练课程 及不定期的寻回弘法活动 他的悲心以及发心 影响许多青年学佛 为佛教造就了许多人才 当然也包括了身材 邱老师是人间佛教的奉行者 他要佛教普及化 佛法满人间 因而非常乐意地接受 任何佛教道场 或者是团体邀请红法 他不计较团体的大小 地方的远近 交通便利与否 也不计较出息人数的多寡 借贷好坏 老师 利用学校的假期 或周末的空间 游走天南地北 以一个罗汉袋 里面装作几包花生 就解决途中次的问题 这种古道 这种古道热肠的精神 真不多见 红法师 除了因材施教之外 他善用 关机斗教的方法 让在座的佛友 听后发起充满 他以精准的粤语 以及附件方言 红法 拉近与年斩者的距离 配合祸婆生动的 红法方式 其效果就不言而语 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佛教 刚起步不久 能够选择 不畏不距离 走在红法的道路上 我会体会到 那一种孤独的感觉 老师是过着一个 绿色生活的行者 他过着细服 细物 细缘 和细生的环保生活 刚认识邱老师的时候 发现他每次用餐时 用过的盘 垫 或者碗 都给他弄得像一面明镜的镜子 他说这是细服 用过的纸 或者是信封 会寻回载用 他对医事 住行不研究 不讲究 他也不轻易消费 或糟蹋万物 最好的例子 莫过以用来逮捕 五十年代英国制造的 那一辆老约车 Morris Minor 相信老新土 会对这辆车还有记得吧 所谓细衣细实 非为细才 缘为细服 七十年代的他 已经珍惜 大自然 各种的资粮 爱护地球 注重环保 也为自己 培职负德 老师是一个没有 你我观念的地球人 从一九七六年开始 亲自收集旧衣服等用品 通过尼泊尔的一间佛寺 分配给当地 穷困的百姓 和身中 一九八九年 多大五百多间佛寺 申请卸助 后来 因为工作日益繁重 邱老师呢 就把这些工作 交给太平三寸 佛法 居士灵去负责 老师悲心的对象 不具限于人道而已 每天坚持修持 私事法门 无论有多忙 都要抽搐时间 来布施隐士 给恶鬼到众生 乱助恶鬼 脱离苦海 每次我与老师见面 都感觉到 非常的渺小 他每一句话 我都会铭记在心 让我受教颇多 年轻的我们 多次与他远行 看到他那同心般的纯真 如菩萨般的慈爱 也看到 如原始般 不苟原笑的一面 邱老师的生活 非常的简单 除了教学之外 部分时间呢 是用来红发 或者是翻译 其他时间呢 是自修用功 不应酬 不攀缘 数十年如一日 邱老师像一只蜡烛 虽然细弱 但有一分热 却发一分的光 明亮了别人 耗尽了自己 这无私的奉献 是令人勇之不忘 对我们这些后辈来说 老师对我们的关心 与鼓励 如太阳一般的温暖 春风一般的河绪 清泉一般的甘甜 虽然我们永别 后辈的我们 学习老师 意识不苟的工作作风 热爱佛教的宗教情操 精进修学佛法的态度 以及言语律己的精神 把甘露撒遍大地 把菩提幼苗心寻普遗 在这沙婆世界 做个圆丁 生命的意义 不在于长和短 而在于托给人的典范 他的善行 点亮了人性的光明 他的操守 写下温馨的曲谱 他的奉献 留下美丽的回忆 他日有缘 希望能够趁愿再来 谢谢各位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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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